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现在那边销售怎么样 正在谈 和谁谈的 魏克明 魏克明 他呀 你认识 太认识了 那就是一大色狼 特别猥琐 还没骚扰你吧 没有 提醒你啊 离得远点 谢谢 我能应付 你能应付 你怎么应付啊 那是一大流氓 真的 你不了解他 那 那个人 这恨不得见一个女的就 就 我们原来那个销售小刘 碰见的不是他吗 魏克明吗 真的 你应付 你怎么应付 那没法应付 那个人你见着你就知道了 那不好应付那个 我这是工作 铃铛已经反复跟我强调好几次了 而且我们是正常的接触 你工作也分跟谁 他没法跟你正常 不是 你别不能为了工作 什么都牺牲了 牺牲健康也就算了 绝对不能再牺牲色相了 真的 你不了解他 我是好好 我是跟你说好话的 真的 那个人我跟你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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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感情能分开吗 真的 不能什么都敢做 我们男人都不能下冷台 我发现现在有了工作 为了工作 什么都敢干 真的 我管你的 什么都行 真的 不愧是80后 性和感情 你说什么呢 你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你这么大人了 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要负责任 懂吗 他要我负什么责任 你说负什么责任 我不知道 我看他对你是有意思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出来了 你对他有意思 我对他有意思 他开什么玩笑 谁有意思谁知道 谁知道 没睡好啊 我新来的第一天 不太适应 过过就好了 朝九晚五的生活 不都这样吗 是 早饭还没吃了 我出去吃点东西啊 你可小心点 你可别让主管看见了 他可正盯着你呢 为什么不盯着我啊 你不知道 咱们公司的派系啊 可乱了 这个主管可不好惹啊 他帮我的客是老外的大头 听说好像是那个总部的 史密斯 他和介绍你来的那个老总 好像不太合 你可小心点 别让他跟你穿了小鞋 这写字间里头 这么多事呢 慢慢你就知道了 我原本以为外企 应该没这些事 有人在的地方 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 就有我的女儿 由他去吧 那个新来的过来 快点 来 把这些文件整理一下 加把钱给我 快 怎么了 我问你件事 你说 你爱我吗 你说什么 痛快点 爱还是不爱 不是不 爱 还是不爱 爱 那行 准备结婚吧 啊 你们做的什么法案啊 我昨天开会 你都睡着了是不是 没听见我说什么吗 对我倒杯水 然后倒杯水 出了十条的法案 九条是错的 是不是 你们都没听见 是不是 大俊 结婚两年了在家里 你就不能换件衣服 就换围裙也该换一换啊 你不也没换吗 你还敢这样嘴 哟 怎么了 我没事睡着了 做一梦 吓死我了 什么梦啊 不是春梦吧 半春不春的 这大白天的 做什么白日梦啊 赶紧醒醒吧 赶紧醒醒 如果这大白天要 kafane 就会我中� cele门 你真 表面 走 知道 既然但晚餐 在彼岛 日本到底 你们俩和些人相处不过 尝试着谈一段恋爱 谢总 你来了 早 你走啊 对了 我那个 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 我找你啊 我是 我是 想跟你说个事啊 什么事你说 就是 其实也是工作上的事 就对了 上次你推荐我 接受那个采访那个杂志 现在出来了 在那报厅里有卖的 就是他那 要跟那个精英杂志捆绑着卖 就你要必须得买 一本精英杂志 然后赠送一本那本杂志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又不是卖杂志的 我怎么知道 哦 那我就是 我就想采访采访你 像这种情况 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一般人家卖不出去的杂志 都会当赠品 哦 哦 你那个 就是我 我 还有事吗 嗯 没 没事我忙着呢 我约了位子 我赶时间 好那你先忙 约了位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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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美女 魏总 你好 来 坐 坐坐 谢谢 我们公司的资料 您都看了吧 看了 都看了 您还满意吗 不错 东西还是不错的 您有兴趣 是这样 像你们做的这些玩具 别的公司也都在做 而且价格比公司 真的没有优势 我们公司的材料 品质不是最好的 你也知道 一分价钱 一分货嘛 所以 其实吧 这单生意谈不谈两可 关键是我一个人 就不说了算了 最主要的是 与谁合作最合适 这是个人做的 我个人认为 和谢小姐那么有才华的大美女合作 是最合适的 那太好了 那您下午有时间吗 有 时间有 时间有 不如啊 咱们换个地方 细细地聊 怎么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带您去工厂看看 我们工厂离机场很近的 不会耽误您晚上的飞机 工厂就没有必要去 楼上 我的房间 有一瓶上好的红酒 咱们不如上街 细细地品酒 慢慢地聊天 觉得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白天不喝酒 那好吧 咱们晚上喝呀 你没有晚上喝 你还找飞机吗 你去吧 什么事 晚上呢 你有那么不要脸吗 你有那么不要脸吗 怎么见一个想泡一个呀 你是不是狗改不着吃屎啊你 哎 老大 你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啊 你知道他谁吗 你就勾勾搭搭的 不 他谁啊 你妞啊 没错 你把泡的妞你也敢招式 怎么找打啊你 不不不不 你就找打 好 你泡 你接着胖 啊 什么事啊 臭流氓 帝哥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谁是你泡的妞啊 我这么说不是替你解围吗 我用得着你解围吗 怎么用不着啊 这魏克明我不是跟你说 他就是流氓 你干嘛跟他接触 他是流氓怎么了 我这是谈工作 你谈工作也不能什么都豁出去吧 这房卡都给你递过来了 还谈工作 怎么着我要是不来 你是不是跟他烧开好朋友 我这么说是为你好 做一个女人要爱惜自己 懂吗 我怎么不珍惜自己了 再说了 我爱不爱惜 我自己关你屁事啊 我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 没关系我们那天晚上算什么 哪天晚上 海边那天晚上 海边那天晚上 海边那天晚上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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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怎么了 我们俩早上起来 我们 怎么呢 我衣服裤子 不是你脱的吗 是我脱的 那是因为你吐了一身 我没办法我才帮你吐的 你这么说我能理解啊 这大天广说家不好意思说 但这个事早晚得摊开来说 还我吐了一身 你给我脱的 那我那个东西呢 那个 哪个东西 那个 都成年人了 不懂吗 那都到哪儿去了 我找不着了 你怎么那么丑不了脸呢 我看着就我心了 我爸刚埋了 我扔沙子你了 谁心呢 谁心呢 我告诉你待会儿说 那天晚上 咱们俩什么事都没发生 谁心呢 你怎么是这样一个女孩呢 每个男人都做不到 怎么能那么随便呢 做完的事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是那天晚上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你就是个混蛋 你就是王八蛋 你怎么管我 憑什么说我 憑什么侮辱我 我告诉你 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愿意跟谁上人就上床 你有哪儿你管我 你是我什么人呢你 你憑什么说我啊 我告诉你 你这两男人死过了 我也有不让你管我 你这老子人你是谁啊你 你 你 你憑什么说我啊 你 干什么你 谁让你弄的 你快回来我让你弄 你就让你弄自己为事啊 都是混蛋 什么 wedי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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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都还在等 等一个可能 看街上 行人以为相拥着情问 为什么只剩我一人 游荡在街角的黄昏 还在期待谁给安稳 过不幸所为永恒 幸福的长存 我只是需要有一个人陪 我等 等唏嘘流长的年轮 等花开花落的人生 等未来给我一个问 我等的人 黄昏 我们都在等待 哪个人 你得卖光了 把你那个焦人战绩说说 那我也跟你乐了 那整得好像咱们 如人喝惨 没有什么焦人战况 天天 我们不去 我 ou 管的 我都不想 都不是 只要 卖光了 我都不想 我都想 你 是 蜘蛛 还是 如果我 你找我的 你还要 他打你干什么 我去找他 我看一客户跟他动手动脚 还把酒店房卡递给他了 我就不能忍了 结果谢小诺就把我给打了 你这有点好像 咱们合同逻辑吧 我就说了一句 如果我不来 你是不是就跟那老头 拿那房卡上楼去房间了 该打呀你 就要换我 打你满地找牙去 不是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不是 人家那么轻乱一个工呢 被你糟蹋了不说 你怎么还把他挽进别人身上 什么被我糟蹋的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你 谢小诺亲口说的 真的假的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二啊 我发现你也有点二 你跟我下分析什么呀 什么生理需求酒后乱星啊 我喝酒断片 你喝酒有断片吗 不是你看见了吗 你给我下分析 怎么我跟他睡了 你怎么心里就那么舒服呢 不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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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了你以后就 还回到那那个 原来那个快乐的单身生活 不是完了吗 还抓药你举备换长 你岔所欲揚吗 来 我给你干一干 来 关键是 我感觉又回不去了 您先来这么早 汪老师 我正好这个东西要给你看了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呀 王老师 您可别收我气 这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偷拍您的录像 你看您多帅呀 简直是魅力十足 您啊您啊 行行啊 赶快删了吧 王老师 其实我是有目的的 我还是想让您 到电视台去讲课 虽然您淡泊名利 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那些不如你的人 都能评上教授 拿到特殊军贴 我想 你一定也需要 这种名利的肯定吧 你说得有一定道理 不过上电视台讲课这事 我还是只保留态度 可如果上电视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您的课 普及更多的知识呢 行了 上课吧 请假 嗯 今天呢 我 我们备了一点家宴 把二位请过来 主要呢 是想聊一聊孩子们的事 我知道 咱们之间啊 有一点误会 比如那个香辉的事啊 妈 那个 不说了 不说了 其实啊 二位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我们也着急 奶奶不是也跟着着急吗 这个 咱们都是为孩子好 你说 谁家大人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啊 是 亲家母 你说的话都在里 我心里头明白 可咱们都是女人 这女人呢 应该明白 她们男人不懂的事 咱们应该懂 这女人呢 要一过了三十五 那怀孕呢 就不容易了 那不像女孩子似的啊 生个孩子 那跟八个萝卜似的 还容易 妈 说什么呢 怎么着 先我说话粗啊 你妈是没有文化 可是你妈 培养出来了一个大学教授 没有 没有 让你妈讲 讲得好 讲得好 话操理不操嘛 是啊 她们年纪小 不懂 咱们应该明白啊 那生出来 生不出来 说得难听 那也就是两年的事 可这一个月里 也就是各把礼拜的 能使生进 你说 咱们不给她们创造条件 让她们好好的 那个 亲家母啊 那个我 我没太听明白 我跟你失说了吧 哎呀 亲家母 你们家虽然说房子大 可毕竟住的人多 不方便 三个闺女都住在一层上头 共用一个卫生间 哎 还有个小的 你说 她们怎么能够 那一个呢 妈 你这老说 没完没了人怎么吃饭啊 让你妈说 让你妈说 我是说呀 晓诺啊 这不要买房子吗 哎 我们国庆啊 也就是买一套 一起搬出去住 啊 楼上一层 腾出来 给小多他们一家子 这不都宽愁了吗 晓诺啊 你要买房子啊 没有 没有 没有买房啊 那个 我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楼盘 我就去看看 什么想看看呢 我在收楼中心都看见你了 你呀 连户型都看好了 让那个寿楼小姐 拿着计算器给你算账呢 哎 旁边还站着你那个男同事 不过 亲家母你放心 我早就想好了 我们国庆要是买房子啊 肯定 不能让女的全掏这个钱 国庆 你掏大头啊 以后还贷款 也让小米少还 晓诺 你要搬出去住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了 妈 我这还没决定呢 什么叫最后决定啊 房子买好了 其他全弄好了 就等到搬的时候 你再跟我说 是不是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就跟这住的家 就跟住旅馆似的 你住旅馆 还得有个订房和退房嘛 妈 您别着急 咱们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嘛 对对对 妈 本来小诺是想跟你说的 你们俩这话什么意思 你 你们是不是都串通一气了 都商量好了 瞒着我 我是打算买房 是打算搬出去 是没打算 现在就告诉您 因为就算我说了 你也不会同意啊 妈 我从小到大 事无巨细 您全都包揽了 学习也是工作也是 我现在都承认了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那是怕你走弯路吗 就算走弯路 那我也认了 我必须对我自己的行为 负责任呢 您敢保证 您决定的事情 就特别英明 特别正确 就对我来说 一定是幸福的吗 你们先吃吧 我先上去 什么 帮你一趟 来 亲家母 咱们吃 来 吃 我们吃 你不是爱多嘴吗 多呀 这才走了一个 那我也是好心的 老毛 哈总 大家光临 欢迎 先坐 坐 来吧 先喝点吧 老毛 老代 最近是不是 经常找你喝酒啊 没有啊 没喝酒啊 我们 没有 他没跟你说什么吗 说什么 你指的是什么呢 没跟你提喜耀诺 没有 没提 嗯 来 走一个 来 来 嗯 嗯 怎么你干了啊 哇 他跟什么小怒 好像 有点那个意思啊 哦 这是 他这个人 你应该知道啊 是吧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 我明白 你也不用拐而不讲 撬会吧 得 那咱们就不说了啊 你自己想清楚啊 你自己想清楚吧 好吧 拜拜 等合适 等我们合适的时候 你还是应该找个办法 找谁啊 找你啊 找我 我也不比他差啊 找我 我比他差啊 你说 那明天咱俩来这儿去呗 可以啊 这可是你说的啊 来来来 走一个 来 小诺 你跟我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买房子这么大事 你也不跟我说说 你爷爷还有没有我 你买房子 你是不是想自己出去货啊 你 你嫌别家了 嫌我了 我跟你说啊 这没完 你们去跟我说清楚 你怎么打闺你了 说买房就买房 说着出去就出去 那你要晃吗 那明天怎么看呢 那你单位的人 我们单位的人怎么看呢 喂 张先生 是我 谢小诺 之前我看那个房子我订了 明天我就去签合同 对 谢小诺 你开门 你跟谁在说话呢 内ум说还 Untuk 你好 念 it 战政的号角又吹响了 我知道 这都怪我的妈 我拿他真是没有办法 你也看见了 当时我拦都拦不住 算了 这事也不能全怪他 他又不知道 小诺是瞒着咱妈去看的房 国庆 咱们家买房这事 你是怎么想的呀 说实话 我也没想好 咱们俩这些年的积蓄 也就五十多万 加上我妈给的 也就六十多万 住房 金贷 最多也八十万 顶天一百五十万 按现在这种房价 也就买个一居室 这还得流出装修的钱 是啊 现在的房价实在是太高了 要不咱们买得远一点 公积金 商贷混在一起 或许可以再多带一点 至少买个两居的吧 万一以后有了孩子 也能煮得宽敞些 话是这么说 可这 每个月要给银行还多少钱 我不忙 我出去当家教吧 听说现在给小孩补课 价钱还不错 小米 我不想你出去 不管我 再辛苦再累 我都不希望你再出去辛苦 不早了 上去歇着吧 你能不能关照 你先回到小孩 我怕我再来 你也回到小孩 akan孩子 我都不想你 你不想你 我太怕了 大概是 我早就不想你 不想我 你也不想你 发生我 我 我 没有 宁希 你好 上次所说电视台一事 不是能否一事 不是能否一事 是能否一事 静回来了 妈 回来了 来来来来 正好 你过来一下 什么事 你这老虎什么的 这柜子啊 没搁张脑球 都长虫子了 我这刚才一收拾东西啊 我收拾出好几件 当年你爸爸穿的中山装 不不不 你看看 多好 不错 不错 料子也好 做工艺也好 来来来 试试 试试 来来来 现在呀 你可真就找不着 这样的款式了 做的呀 中山装不像中山装 是旗袍不像旗袍 你看看 我跟你说呀 当年就为做这个中山装 你爸爸跟校领导 吵一大价呀 这个校领导说呀 你出国干脆做套西装吧 你爸爸不干 越是出国 我越要穿中山装 这体现中华民族文化问题 对 弄得鸡齿白脸的 这个校啊 校得有道理 有鼓气啊 是是是是 别拖了 你就穿着吧 正好穿着去讲学 这有点不太合适啊 这还行啊 袖子短点 我给你夹夹 没事 我觉得呀 这衣服啊 还是留下来做个纪念 这上课的衣服啊 我买了几件 这儿 没买了 我看看 我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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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你怎么买这么多呀 就几件 这么多呀 你说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好几千块呀 你跟我商量商量嘛 妈 我觉得这几件衣服 不是个什么大事情 这可不是小事啊 这直接牵涉到乱花钱的事 你说现在这大款 越是大款 越是吃剩菜剩饭 越是那爆发酷 要了不得了 一掷千金 不行啊 孩子 咱们不能学这个 真的 咱们得艰苦苦素地过日子 过去不是有句老话吗 吃不穷 喝不穷 算计不到就是穷 那你 真的我看着太心疼了 怎么能这么这么 年轻人现在呀 真是大手大脚 你可不能养成这么一个毛病啊 你 你这么好一个孩子 是不是啊 咱们家里你看爸爸 这几件衣服哪件 你不能穿呢 短了短了 我给你放出来点 是吧 这孩子你真是的 你不要摆穿 那你不要摆穿 那你更紧了 那你不行 那你不要摆穿 着吃银子 那你不要摆穿 你妈妈的摆穿 真不吃饭了 你说你在这儿闷着我呢 妈呀就是这么一个人 心是好心 但是确实有的时候 这种表达方式啊 让人无法接受 不就是三千多块钱 几件衣服嘛 治愈嘛 我连 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我连 我连这点主都做不了 谁也没有讲 你没有权利 你做不了主 你完全可以做自己的主啊 这一点你放心啊 关于你要买这个 新衣服这件事情 姐夫是百分之百的支持你 我在这里还我表个态 我不光是在精神层面上支持你 我还要有实际行动支持你 这件你出啊 可以啊 完全可以啊 完全可以啊 干杯 你这说来说去呢 我听的是美吗呢 不是什么恶吗 这什么可怕呢 怎么不可怕啊 像这种模样真成真的吗 不可怕吗 结婚 结婚 对于像你我这儿来说 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意味着什么知道吗 就像咱们哥呀 以后就不可能想什么时候这样喝酒 就什么时候这样喝酒了 我在你的泡泡 想几点回就几点回去 没那么解释 对啊 那你这也不能随便留电话呢 你这前脚到家 后脚一个电话打进来 这邪小怒 那爆皮就啵 你吼吼 天哪 这太可怕了 所以这注定是个噩梦 懂吗 不是 那你整天想它 还不是事啊 什么时候想它呢 不想它能做这梦吗 这日有所思 日有所梦 还有我跟你说 一个人 关心一个人 如果远远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或者说 每天至少想这个人三次以上 那么你就应该相信爱情 相信爱情 你不觉得这个词很俗吗 不是 这有什么俗的啊 你就说谢小诺能不能配上你吧 要配的话也能配 什么叫也能配上呢 谢小诺 是吧 白领 高管 又年轻又漂亮 又年轻又漂亮 我配你一个来会儿就滚了 你什么意思啊 这我的意思吧 你们俩先相处一段 尝试着谈一段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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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见着过谢小诺相亲 那是完全以结婚为目的的 我怎么能抬着人 不见得了 那上次你也不敢去 拉他了 然后谢小诺对你说 就当什么事没发生 就是 不一定是你想象的样吗 也是 是 是我想多了 有点想多了 这事要我看呢 你明天就该找他 知心了当 坦诚面对 就一句话 出不出 谈不谈 这到半夜的 怎么跑这贝克来了 你睡觉轻 我怕吵着你 这么晚了还不睡 想什么呢 我在想 赶紧我明天去把衣服退了吧 衣服还是别退了 这万一退不掉 多丢人呢 刚才我看了也 挺好的 品位什么时候提高了呀 什么品位 我不过就是想换换风格 我不信 就算想换风格 也没必要那么着急 去买衣服吧 再说了 这以前 都是我陪你去买的呀 是不是有啥情况啊 我大脑临时缺氧 神经间歇短路 行了吧 孟国庆 你要想骗我 那还得再练两年 我说话跟你说吧 我打算 去电视台录节目 去电视台 谁帮你练习的 我那学生宁欣 你 他呀 他对你的事 他还挺上心的嘛 他在电视台实习 说这是一个机会 当然主要是我想 多给家里挣点钱 这要是我让你去吧 你恐怕就会说 太俗太美文 这宁欣让你去 你不但要去 还得密欲更衣 大动干戈地去 不对 那这衣服是不是 也是他陪你去买的 对 是他陪我去买的 难怪学校那些同事 都在背后闲言闲语的 看来也不都是孔穴来服 小米 你真的想多了 当然 这事我是欠考虑 也不用多说 明天我就把衣服退了 第二台的节目 我也不录了 退什么退啊 节目照录衣服照穿 挺帅的 洗澡车 嗯 洗澡车 洗澡车 嗯 你没听见啊 洗澡车 啊 马上马上马上 啊马上啊 啊 马上啊 奇怪啊 我们今天出来 玩玩游戏就玩游戏 家屋家屋也不做 脏也不行 这么把游戏当饭 行行行行行行 别说了别说 我下来下来 下来了啊 下来了 哎呀你别碰我 这些臭汗你臭死了 你去洗澡去去 洗澡去 大鸭佣事 我发现你现在怎么 如此的厌烦我啊 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 再班上工作一天了 有点累烦 这谁不累啊 啊 那我愿意每天穿的 跟Q说起格似的 上个班说个话 还得中英文杂交着 好不容易到中午吃饭了 还得吃那什么 凯撒沙拉配着 巴黎醇啊 呸 不 我就喜欢吃麻辣烫 小笼包 怎么了 那我天天忍辱负重 第三下子的 我为了什么呀 我不还是为了 让你高兴 让你爸高兴 为了咱们俩以后的生活吗 行行行 您老受委屈了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错了 行不行 就是啊 你想也能想得明白啊 这像我这么一头 难以驯服的猎马 非把我这个 圈在这马圈里头 说卖左腿卖左腿 让卖右腿卖右腿 这不就是泯灭人性吗 还有 我们公司有个经理 年纪不大 这一肚子脏心眼的 除了给人穿脚鞋 就是包括说人家坏话 你说像这种人 他这辈子能善终吗 我就不明白 捧着他 他是个玻璃杯子 我要松我手他就不离茬子 再说啊 佳哥也不好伺候我 佳哥还有脾气呢 他要下次再挑战我的机械 我就辞职 我就啪啪啪啪 我辞职什么职啊你 方家我跟你说 你再提辞职 我跟你没办你信不信 不是方家 你是不是男人 有没有点责任心啊 你以为救你委屈 救你憋屈啊 那我在心想弄得受点 我就好受了 我这每天早上起挨骂 晚上还加班的 我被死扛着 咱们两个不一样好吗 有什么不一样 我引用一句这个群头 跟我们说过的句话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跟演戏都是一样的 要有内 你这跟我们现在说的 有什么关系吗 你别着急 我没说完呢嘛 一定要从里而外地去 感受人生感受生活 在那个层面上 去体会生命真正的意义 也就是我们说的快乐 高兴 懂吗 懂了 嗯 你就高兴了是吧 那你就管你自己高兴 你管过我高不高兴吗 不是方家今天我告诉你 我今天郑重其事地警告你 你想辞职 门都没有 不是你不想一想 我爸他 我爸他那么后面的一个人 他从来不求人 他辛辛苦苦给你找的工作 你就不能有点感内心吗 我 你知我者为我心有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我没有办法再跟你交流下去了 人生啊 我去厅里睡了 我真的去厅里睡了哦 麻烦你从外面帮我把门带上 好 老子最大的特点就是 用他温婉的方式 为我们解释 宇宙苍茫 什么是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是 小诺 你怎么没睡啊 睡不着 下来吐吐气 你这是 我不是要录节目 先练练 那你接着练 我也听听 我那个 我在家里人面前 你不太好意思讲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一个大学教授 在我们这种小白天面前 还没自信啊 还真是没有 不会吧 我可是听我二姐说 你上课的时候 神采飞扬的 好多女生都特崇拜你 什么呀 当然那 那是两回事 在教室里讲 我觉得 这是我的职业 在电视上讲 老觉得 挺奇怪的 有点难以启齿的感觉 像是在卖知识 做买卖一样 姐夫 你可真是个文人 其实电视上讲课 也是劳动啊 你拿的钱 就是劳动所得 你可以自我催眠一下 抱着提高 中国劳动人民的 审美意志 站在舞台上 那才是宣扬文化的大舞台 你这么想 好像有一定道理 我还是没这么想过 我的世界 太过安静 安静地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 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 不求有结果 不求同行 不求曾经拥有 甚至不求你爱我 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 遇见你 什么呀 走着走着就散了 回忆都淡了 看着看着就累了 星光也暗了 听着听着就醒了 开始埋怨了 回头发现 你不见了 突然我的心乱了 爸 你也习惯去什么摩托市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你看电视盖被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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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压压 怕我冻着 他 他给我盖的 这个 赶紧回入水箱 好 我也喜欢许致摩托市 这儿 说不许致摩托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老师 好了吗 好 各部门注意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大家好 我是 停 汪老师 您太紧张了 放东西也好吗 好 对不起 好 我们重来 好 开始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汪国庆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讲 先情文化 周子百家 对不起 是 周子百家 那么 什么是周子百家呢 对不起 什么是 周子百家呢 汪老师 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再录 好 对不起啊 汪老师 汪老师 凌夕 对不起啊 我这 没事的 汪老师 您不用太紧张 要不然这样吧 就从您 最熟悉的地方开始讲起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老子吗 也最推崇他的思想 可是 那是我后半部分要讲的内容啊 没关系的 汪老师 电视台录节目 都是可以后期剪辑的 您从哪部分讲起都没问题 那 那这样好 那 那就这样 导演 汪老师调整好了 现在刻意开始录了 好吧 那我们再来一次 好 开始 老子最大的特点 就是用他温婉的方式 来为我们解释宇宙苍麻 人法地 就是要效法大地的宁静厚的 那么地呢 天不渝 地所以不渝也 当然 这可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 双手插在兜子里 私下看热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 好 太好了 汪老师 您讲得真好 下回怎么会 别生气 你别生气 我也没说不去是吧 是 我先给安排一下啊 不好 这人的办公室太杂了 好好好 慢着 经理 怎么了 一会儿我出去有点事 给公司办点事啊 给我打个辆车 不好意思啊 经理 那个司机今天请假了 请假了 对 听说他赵女娘被车撞了 上周他爹不就被人撞了吗 我不知道 听说还挺严重的 那车呢 在楼下车场呢 走走走 好的 经理 新来的 新来的 快点 说你了 快 快点 经理啊 我不叫矮 也不叫新来的啊 我叫方驾 好吗 好好好 你会开车吧 怎么了 一会儿我出去有点事 你帮我开车 是这样的 经理 我呢 还有好几个报表没做完呢 总监说了 今天必须得交上去 我没时间 把我送过去 你再回来做 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 是 好腻啊 这么小声 小花 回来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应聘的不是司机 你爱应聘什么应聘什么 在我这干活 我让你干嘛 你就得干嘛 我又没卖给你 凭什么你让我干什么 就干什么呀 你再碰一下试试 我弄死你 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不就是利用工作的时间 利用公司的车 出去泡妞去吗 你会泡妞吗 你 我爱干嘛干嘛 怎么着啊 不服气是吧 这是我说了就算 你信不信啊 我现在就把你开了 不着你开了我 别说辞职都抬举你了 你也不告诉我 我 我 满秋的热雪已停飞 都要为着你而走 我来了 满秋的热雪呢 看奶奶的微博 又多了好几个粉丝 哎呀老太太找你当助理啊 算是找她人了 去电视台露脸了啊 给你那宝贝学生 清明了没 你又瞎乱猜 工作而已 我说不是工作了吗 瞧你紧张的 心虚啊 我这可是 君子坦荡荡啊 行啊 我是小人 什么呀 抽筋 这么多啊 你几点下班了 五点 没加班 我偶尔加班 今天没没有 爸 你好不容易下班 不能让人好好吃饭 来来来 吃饭吃饭 你也没加班 我呀 是男的今天亲戚 为什么 没想弄 我都没来上班 奇怪 没来上班 怎么了 病了 没有 不过 奇怪的是 据说呢 他今天连假都没请 然后公司的人事铺 给他家打电话 他姐说去参加什么游击队去了 游击队 骑游队 骑游队 骑游队是什么游击队 就是那个骑着自行车站的 深山老林里啊 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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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减压呢 不过他最近的压力啊 确实是挺大的 听说那个 两单生意不都没谈成吗 不过 不过 我觉得照他那个劲儿 也应该请完假 然后给我们布置完工作再走 没有 是不是 是有点机会 嗯 不是 爸 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他呀 我关心他干嘛 我关心他 关心他 我还不关心方家 谢谢 爸 我谢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对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又拨打的电话 再次无人接听 您请稍后再拨 你说 你说他怎么能 对不起我呢 我做到什么了我 没错 嗯 别哭 哭什么呀 来 是爷们就喝 是啊 嗯 嗯 我跟你说 嗯 我就不可能喜欢他 我怎么可能爱上他呢 他都四十岁了 还有个二十岁的女儿 什么 大叔啊 对 大叔啊 嗯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我看见他我不用烦你知道吗 只要我们俩见面 没说说两句话 就吵架 就吵吵吵 没完没了的吵 那吵完吗 我心里还挺高兴的 嗯 我是不是特贱呢我 你摇头干嘛呀 我就是贱 我怎么不贱啊 嗯 我刚刚觉得 我跟他好像 好像好爽 好像 就那么